为期两天的20国集团G20峰会今天登场 不过却传出柬埔寨总理鸿森新冠确诊 鸿森在脸书上公布这个消息说 他在星期一晚上确诊 所以已经离开巴厘岛回到柬埔寨 将缺席G20和之后的APAC 在到巴厘岛之前 东协国家和他们的盟友元首 才齐聚柬埔寨参加东协会议 鸿森和多国领袖都有一对一的会谈 包括美国总统拜登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 俄罗斯外长拉夫洛夫 还有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等 很多与会成员在东协之后 接着到G20然后还会去APAC 会不会再有其他确诊案例 成为元首级的超级传播事件 接下来几天要再注意 昨天拜登在记者会上 他自己就说有一点感冒咳嗽 今天早上拜登筛减阴性 也照行程继续出席G20峰会 那么这是疫情后 拜登和习近平第一次 在国际多边会议上同台 也更明显的看到 美中意识形态的差异跟矛盾 白宫资深官员队记者表示 美中在G20之下的 一个主要讨论议题 是对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减免 虽然没有点名中国 但这名官员接着说 G2020个成员国当中 19个国家都认为要一起针对 债务减免采取行动 只有一个国家继续阻碍发展 那么G7也就是七大工业国 之前为了抗衡大陆一带一路 推出的全球基础建设投资伙伴关系 PGII 今天拜登将和印尼总统左科威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共同主持PGII的活动 接着还会和意大利新总理梅洛尼 举行双边对话 再回到G20峰会的主题 俄罗斯总统普清最后他是没有出席 但是普清是隐形的存在着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这个战争 带来粮食和能源危机 是目前最迫切要解决的 另外还有通膨甚至可能的全球经济衰退 因为不满俄罗斯发动战争 多国与会元首不愿意和俄罗斯的代表 也就是外长拉夫洛夫同框合照 所以这一次G20峰会没有大合照 至于一度传出可能首次难产的联合声明 各国还在做最后努力 要保留强烈词来谴责俄罗斯 这可能性不大 因为俄罗斯是成员之一 当然不会签 所以很有可能在用词上会稍微修饰 白宫资深官员就强调 大部分的G20成员会清楚的谴责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动的这场战争 是全球经济和人道危机的根源 而粮食和能源危机 也为乌克兰和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痛苦 那么这名官员他是说 大部分的国家有这样的共识 但也不愿意点名是哪个国家 或者哪些国家不愿意谴责俄罗斯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